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当天的杨子还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新剧女心理师的海报 并配文消极情绪聚集在一起 如有必要可以做心理辅导 今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关注心理健康 一起摆脱不良情绪 随后杨子工作室转发 消除心理阴霾 坦然接受每一种情绪 现在跟赫顿艾特杨子一起健康 一时之间还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照片中的杨子身着一身西服 看起来有点帅 戴着一副特别专业的耳机 而杨子的侧颜依旧十分迷人 这也让人们更加期待 他在本部作品中的表现 相信也会更多的圈粉 杨子穿着西服占C位 爸爸妈妈在一旁分立 一家人同框的画面也特别温馨 杨子的这一举动也被赞人美心善 特别孝顺 可以杨子是个很出色的人 多年来 却经常遭受强大的网络暴力 10月10日 杨子又一次传出喜讯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了杨子和李海宇 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的出审判决 裁判日期为2021年7月5日 就此案件 被告人在其经营的微博账户上 张贴了十多条与杨子相关的内容 其中部分内容是 直接涉及到对杨子的侮辱 诽谤 这也严重侵犯了杨子的名誉权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杨子向法庭提出上诉 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6万元 最后法院在审理判决后 还要求被告在一家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 发表道歉声明 赔偿杨子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及合理支出5000元 驳回原告杨子的其他诉讼请求 杨子积极维权的做法 也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与鼓励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尊重艺人的合法权益 多关心他们的工作 并期待杨子也能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相信大家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他 下一周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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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not translate 打赏还是计划打赏 打赏 打赏 followed Walmart if you can remove it to the phone